世事如此纷扰,还是看电影比较好 欢迎大家收看天帅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超现实讽刺动画 喂,出来 此时地球上出现了一个黑洞 一个小女孩走了过去 好奇地拿起几块石头试探性地扔了进去 随后冲着洞口大喊了一声 喂,喂,喂,出来 紧接着,各大新闻媒体也发现了这个黑洞 并将其报道了出来 引来了广大市民的围观 原本寂静的洞口变得热闹起来 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洞 电视台邀请了某著名科学家前往黑洞进行勘测 但科学家却表示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黑洞 填掉就可以了 在之后的日子里 无数的垃圾车前往黑洞并把垃圾牵到进去 人们也纷纷排队来这里扔垃圾 这个洞被人们当作处理垃圾的最好场所 人们的生活已经彻底离不开黑洞了 一方面,城市垃圾有了最好的去处 另一方面,黑洞也可以慢慢被填起来 真是两全其美 但是也有人把这里当作自杀的绝佳地点 甚至还经常有人喝醉酒掉进黑洞 这天,人们在排队扔垃圾的时候 天空突然掉落了一块石头 石头落在了女子脚下 女子抬头一看 天空竟然出现了一个黑洞 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无数的垃圾从黑洞中飘落下来 人们仓皇逃窜 很快,繁华的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 故事到此结束 黑洞的出现导致人们毫无顾忌地生产垃圾 丢弃垃圾 人们盲目地跟从 源源不断地把垃圾倒向黑洞 最后黑洞的反击 致使人们破坏的行为也受到了惩罚 人类对自然所做的一切 终结会反噬到自己身上 所以不管是为了我们还是为了后代 一定要爱护环境 要学会垃圾分类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记得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